王昭君死后,匈奴人为他做了什么?衣服壁画令人不忍稀看。点击订阅爱观历史,请到深处加个关注。提起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很多人都会想到红颜薄命这个词。毕竟不管是这四名女子中的哪一位,最后的结局都算不上好。 西施被范里和月王勾剑尽献给吴王夫差,最后驻月王勾剑顺利报仇重登宝座,而他却死在了月王勾剑的手上,因为月王勾剑害怕重蹈岔覆辙。貂蝉游走于董卓吕布之间,为董卓之死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他最终也只落得个下落不明的结局。部分野史文献则称貂蝉死在了战乱之中。 至于杨玉环的结局大家就更熟悉了,马维颇之乱世李世民和杨玉环难以言说的不舍与冰冷。 王昭君同样作为我国四大美女之一,他曾先后嫁给了三代铲鱼,那么你知道他死后匈奴人为他做过些什么吗? 看看敦煌墨高窟的一幅壁画就知道了。 王昭君是西汉南郡子归人,他本人长得非常漂亮,正因如此他才能成功入选秀女之列。 王昭君进宫之后,也曾梦想过成为皇帝的妃子,不过却由于没有贿赂画师毛岩寿,仅仅沦为一个普通的宫女。 原本以为自己就要这样老死宫中,没曾想会遇到匈奴来使求娶公主的场面,为了摆脱冰冷的汉宫。 王昭君自请出赛和亲。 在离开中原之际,王昭君一曲琵琶院扣人心弦。 恰好这个时候王昭君的斗篷被风吹动,帽子下隐藏着的绝美容颜显露了出来。 当时不仅在场的汉原帝等人看呆了,就连天上的大雁也落了下来。 汉原帝这才知道自己送走了一个什么样的家人,然后此时后悔也已经晚了,只能无可奈何地放王昭君出赛。 王昭君来到匈奴之后,嫁给了呼寒邪缠鱼,被人们称为宁湖恶士。 虽说呼寒邪对王昭君很好,两人还生下孩子,但奈何呼寒邪的年龄也比较大了。 没过多久,呼寒邪便嫁鹤西归。呼寒邪蝉鱼死后,王昭君向汉庭上书求归。 但由于当时的皇帝已经换成了汉城帝,他斥令王昭君从胡俗。 王昭君无奈只能嫁给蝉鱼长子附诸类蝉鱼。 这期间,王昭君给新蝉鱼生下了两个女儿。 后来新蝉鱼也早早去世,王昭君再请回汉无果,便又嫁给了孙子弥须。 也就是搜邪若迪蝉鱼,这之后又过了两年,王昭君病逝,这洛艳美人的故事终于相告结束。 虽说王昭君客死异乡的结局令人掩面,但王昭君与此同时也为大汉和匈奴的和平相处,共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在匈奴族人之间相当受尊重,因此在他死之后,匈奴人为他举行了非常隆重的葬礼。 据《王昭君辩文》记载,王昭君死了以后,蝉鱼直接掩面痛哭,有的人用匕首划破了自己的脸颊,而有的人则直接割掉了自己的耳朵,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悲伤。 说到这里很多人都觉得这似乎有些夸张,不过由于部分专家在敦煌墨高窟壁画中发现了语,王昭君辩文描述场景类似的一幅壁画,各国王子举挨图。 这幅壁画的内容主要是佛祖元祭之后,各国王子们用刀割耳划脸的场景,令人不忍细看,因此专家们推测,或许当时真的有这样的习俗。 而在王昭君的葬礼上,也确实存在过这样的场景。 昭君初赛促进了当时的中原边境和平,同时还促进了匈奴民族部分技术的发展。 最重要的是她的存在对中国民族文化融合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或许身为一个女性她非常不幸,身心饱经摧残,但同时她也非常伟大,整个人生辉煌悲壮,或许正是如此,她的坟头才会青草碧绿,那是生与死的绚烂交错。 王昭君本名王强,是西汉南郡子归人士,起初,出生在一户平民家庭的她因姿容秀美,气质出众,而在汉原帝当政时期被征选到了宫围之中,成了一名普通的汉宫宫女。 王昭君样貌高挑出众,又谈得一手好琵琶,因此,当汉原帝欲从宫女中挑选出一批美人随时风飞的时候,王昭君的心里一直都是自信满满,轻松自若的。 然而相传汉原帝因厌恶繁琐的选秀程序,不愿在择选加厉方面浪费过多的时间,便让一众带选的宫女到宫廷画师毛岩兽那里去留下画像,最后汉原帝将通过乐视群方的画像来选择众议的女子。 很多带选的宫女为了美化自己的画像,纷纷向画师毛岩兽赠金以惠,但王昭君却偏偏是个直性子的美人,他对自己的容貌和身材颇有信心。 且不屑于讨好,贿赂画师毛岩兽,因此毛岩兽在为王昭君画画时,就故意将其画得偏丑一点。 结果好多姿色平平的宫女都成功地飞上了枝头,做了皇帝的妃嫔。 而有才有貌的王昭君却尴尬地落选,只得继续留在汉宫里过着忙碌,寂寞地平淡生活。 几年后,男匈奴的呼喊携缠鱼向汉原帝上书奏请,希望能够取得一位汉朝公主为妻,以结情境之好。 汉原帝舍不得将亲生女儿送到荒蛮的匈奴,就探问哪个宫女肯申名大义,为国远嫁。 最终,永逸的王昭君臣情自荐,愿以汉朝公主的身份嫁到匈奴去。 而当临别之时,汉原帝见到了貌美自清的王昭君,虽心有悔意,但却也为时已晚。 后世之人回溯历史,皆高度赞叹王昭君如何以国家利益为重而远嫁和亲,又如何出于民族大义而忠君爱国,最终克死一乡。 想来前使王昭君远嫁时,乃当年汉原帝情非得已的邦交下策,若非情势所逼,又有哪位娇柔貌美的中原女子愿意嫁给蛮夷之国的首领,并甘心一辈子都生活在那样落后粗鄙的地方呢? 王昭君用自己的坚韧和大义换来了匈奴和汉朝长达六十余年的和平。 尽管他嫁入匈奴后,内心一直交织着思念,估计以及些许苦楚,但他却为匈奴带来了牛马遍野的附属繁荣和汉兄边防安稳的岁月静好。 在女子普遍平庸无能的古代,仅仅这两项傲人的功绩就足以令王昭君这位美丽的传奇女子轻始流明,万世流芳,大概也只有这样值得敬爱的女子死后才配得到匈奴子民林念杰尔的特殊对待吧。 2014年,我国的一些考古学家和科学家就在高科技仪器的帮助下把王昭君的面部形象进行了高精度的还原。 在这个工作开始之前,大家还是有几分憧憬和激动的,希望结果如古人描述的那样,能够有一堵这位美女的绝世容颜。 但是还原后的相片却让在场的人员大失所望,王昭君的相貌谈不上美丽,甚至还略微有一些丑。 难道说古人的审美观和现代人有这么大的差距吗? 这次还原王昭君容貌的考古学家说,虽然还原出来的结果不一定百分之百的精确,但至少也有百分之八九十左右的精度。 在复原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昭君的脸型是我们常说的鹅蛋脸。 单眼皮,鼻梁高挺,但是缺乏女性的柔美,有点过于刚毅。 可能这就是有些人觉得她的相貌不协调的原因。 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每一个时期的主流文化是不一样的。 因为文化的变迁造成的审美的变化也是司空见惯的。 比如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又比如唐朝时候的以胖为美。 无论是什么样的审美,都是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 是一种文化的特殊视角,是当时的大众的一种习惯性的认同。 王昭君生活的时代,是在公元前五十四年到公元前十九年。 最初她是一位身份低微的宫女。 当时所有进宫的女子都是要由宫廷画师画一幅肖像画给皇帝过目的。 那些有心计的女子就会给画师赛点好处费,让她把自己画得漂亮一些。 用今天的画,就是给自己做一下美颜处理。 可是王昭君却没有这么做。 想她没有这么做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王昭君是个志趣高雅,品格高尚的女人。 这种龌龊的手段,她是不屑于去用的。 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她的长相,虽然现代人并不是很认可,但是在那个年代应该是很吃香的。 否则也不会被纳入四大美女之中。 王昭君对自己的长相还是比较自信的。 她觉得即使不用美颜也比那些用了美颜的女子强。 但是她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人性中的丑恶。 所有人都送钱就是王昭君不送钱。 这在画师看来已经不是少赚钱的问题了,而是王昭君看不起她。 那问题可就严重了。 这位画师一怒之下不但没有美颜,还故意丑化了王昭君。 估计画出来的肖像别说能让皇帝看中了,恐怕看了还会犯恶心,想要把负责初选的人砍了也未可知。 再后来就是大汉朝和匈奴和亲的事了。 当时的皇帝还算比较人性化,到了清朝和清城的公主的主要职能,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但是汉朝的皇帝还是比较疼爱自己的女儿的,不忍心让自己的女儿去那荒凉的所在与粗鲁荒蛮的匈奴人为伍,所以就会找个宫女之类的封个名号,顶替自己的女儿去和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